大家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PV8 新特性技术形节里面的第17集 联合类型 看到了吧 那么咱们的课程表的话呢 我进行一个简单的 咱们在看这个第17集联合类型的时候呢 后面的话也有一个类似于联合类型的 也就是说后面有一个第28集 和它是和它里面的内容是重复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解的过程中 稍带上给大家讲了更多的东西 可能涵盖了后面的知识点 所以后面的话呢 它的小节 包括它的标题可能会发生变化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希望大家理解 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的话咱们来看一下 当然现在课程的话呢 应该是我把 可能内容涵盖上 已经代替了的 已经涵盖了的 比如第28集和第50集 和第50集真领级 后面的话呢 又加了领级 总结书的话呢 并没发生变化 好吧 这个微调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在做课程大根的过程中呢 虽然我们做了大型的测试 但是呢 在跟你9的过程中还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咱们那个开始今天的东西啊 联合类型 何被联合类型呢 是这呢 就是说我们先说说这个类型是什么 类型一般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什么呀 它是一种类型 类型的一种声明 什么叫类型声明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变定到了A 对吧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函数 它一个参数就到了A 然后呢 我们声明它是Stream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们传十餐的过程中呢 就调用这个函数 传数据进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数据的类型 必须是Stream 你不能是 你不能奔个数族和对象进去 对不对 所以说这叫什么 这叫类型声明 类型声明它带有带有了一定的天然的约束性 类型声明 类型声明 当然有约束了 有类型约束了 对吧 古兵思议啊 但是呢 这个类型的话呢 在我们的底版本里面 8.0之前的版本里面的话呢 是只能出现一个类型 比如Int类型 它不能说Int类型或者Stream类型 这比较尴尬 那么如果说是Int类型或者Stream类型 多种类型 那么它就叫什么 它就叫联合类型 它就叫联合类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有人说 那在7.1的时候就支持了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Stream或者Now Stream或者Now 增加了这么一个东西 它属于联合类型吗 准确的来说 它并不属于8.0的准确的联合类型 但是你也可以这么去认为 因为用眼睛看着 它确实是属于联合类型 对吧 因为它至少是两个 Stream或者Now 什么意思 就是Stream类型或者Now类型 明白我意思吧 但是这种 但是这种单一的这种Stream 或者Now这种东西呢 因为它在8.0里面 并不是 它准确来说并不是联合类型 所以8.0里面就它进行了改造 它不叫Stream或者Now 它叫什么 它叫问号Stream 它叫问号Stream 来进行了代替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它可以这样 然后后面的话是一个边令 那么现在是怎么做呢 现在是这样的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现在是这样的 好 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其实联合类型就是多个 单个类型组成的嘛 就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话题 来说一个话题 不管是单类型还是联合类型 那么类型这种东西 一般修饰于谁呢 一般成建的情况下就是这三个东西 第一个 函数的参数 第二个 这个函数的参数或者风法的参数 它们都叫参数 对吧 第二个呢 是函数的返回值 或者风法的返回值 那么返回值也是有类型声明和限定的 对吧 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呢 那么函数就不具备了 是类里面的属性 类里面的属性 它呢 也可以限定 类里面的属性也可以限定 有人说那这个看上去好像也不是类里面的属性 这个好像也是类里面的参数呀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说的这个原意是这样的 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就叫什么 属性 对吧 这就是为属性 声明类型 对吧 或者类型声明 看到了吧 只不过是我们在上一个小节 我们学习了构造器属性 所以只不过呢 我们把属性和负值 分到了一起 我们把 什么 我们把属性声明 属性定义 和负值 分到了一起 明白了吧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参数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参数 它实际上是属性 是属性 看到了吧 好 那如果说是真正的参数的话 它是整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C 它是整这个样子 这叫参数 明白意思了吧 人家显然前面还有一个public 人家显然这是一个属性呀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这是一个属性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好 所以说我们经常用类型声明和约束 一般我们修饰的呢 是属性参数和返回类型 属性参数和返回类型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那在这呢 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吧 那之前的话呢 过去式的东西咱们就 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过去式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string 到了内蒙 然后 因为要看类型了嘛 像挖蛋不再可以准确的看到类型 到了内蒙 死之影 好 云之梦 刷新 是不是啊 死之影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随便乱传呢 传一个数组呢 是必报错了 但是在这儿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说一个事情 就是说虽然类型有约束 但是它还有几种作用 它还有几种作用 也就是食餐传到行餐上来的时候呢 你急到最后执行 它这里面的话有三个小动作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小动作呢 是你传过来以后 我来判断一下你的类型 我判断一下你的类型 但它没有立即报错 第二 我把你这个类型转换成死之影 如果逻辑上 非常简单的逻辑上 比如说 比如说送引号1转成数字1 送引号1转成不二类型的真 送引号0转成不二类型的假 对不对 5.4转成字符串里面的5.4 那么像这种简单的呢 它会进行自动转换 也就是说 首先你传了一个13进来了 类型不对 类型不对呢 我先转换 如果能转过来就转过来 转不过来就报错 那还有 8.0里面有一个明显的东西 就是 类型的自动转换 你不能胡转 不能胡转 就是逻辑成就不通 你就别用了 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一个字符串 叫 比如说有一个字符串 叫ABC 请你把它转成整形 那么请问把它转成整形 什么呢 以前的话呢 就把它转成0和1 还行 现在呢 直接会报错 直接会报错 因为这就不合理 还有呢 5 ABC 转成整形 它也是报错 在8.0里面的话呢 会越来越严格 其实大家 没有必要为这个而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做 你怎么能拿5ABC 去转整形呢 这显然这本身就不合理啊 本身就不合理啊 对不对 好 OK 大家这一点的话 一定要注意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么完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呢 当然我说的是自动类型转换 自动类型转换 就是在这个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自动类型转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5 它是一个整形 最后打印出字符串 你看打印出字符串的5了 看到了没有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那比如说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是不二类型 你看它是不二类型的针 看到了吧 这一点的话呢 非常关键 那为什么数组不行呢 数组不行呢 那么我们以前 我们觉得空数组就应该是假呀 是不是 空数组就应该是假呀 那我们来转一下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它就报错了 它就报错了 现在呢 它不允许随便胡乱的来弄了 对吧 你行这个东西 你要么就是给我真 或者给我假 你自己在语言里面 想办法给我 给我这东西 对不对 你们能够给我扔一个 扔一个 扔一个 对吧 把一个数字给我扔过来 然后呢 扔我进行转换 这好像有点不合理 或者你直接给我扔过一个对象来 那你说该是真还是该是假呢 是不是啊 这一点的话一定要注意 那么咱们说的远了啊 在这儿的话就是说 大家记住三点 第一 实餐过来以后呢 先比较 比较类型 第二 进行转换 第三 转不过来报错 能转过来就用 这三个小节点 大家能记住吗 好 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归原题 那么何为单类型 何为联合类型 来打个比方吧 现在刚才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联合类型 那就是一个单类型 这就是个单类型 明白了吧 但是呢 它也可以什么 现在的话 什么叫联合类型 这就叫联合类型 就是既可以是自负创 又可以是报尔类型 看到了吧 哎对 在8.0以前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东西 就是它只能是一个 后来它是从 从7.1开始支持了一个东西 叫Now 叫Now 也就是你可以传一个Now 看着加斯保存 你可以传一个Now 看到了吧 但是这种东西呢 在8.0里面 它并不是属于非常准确的一种联合类型 所以它对于这种单类型的这种 死追隐或Now 它用了一个问号来代替 它用了一个问号来代替 看到了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但是如果是多类型的Now 如果是多类型的Now 这个没法用问号代替 你说你放到谁脑袋上呢 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时候只能用Now 这个时候只能用Now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那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面东西比较简单了 我来简单的给大家 刚才这个例子已经给大家举了 举了例子了 我快速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吧 这个兽刚才呢 已经举了例子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 简单一下吧 比如说Stream 好 把它打印出来 把它打印出来 对吧 这个地方传了个Now 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YZMEDO 好 刷新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属于参数 如果说是返回值呢 返回值我们必须返回那 返回值我们必须返回那 那么返回值没有给 返回值没有给 或者返回值我们必须是 必须是Stream 返回值没给 返回值没有给 那我们给一下呗 yes 保存 刷新 是不是yes 先打印YZMEDO 最后呢 这个yes返回出来 返回出来以后 在这个地方呢 我给IQ出来 最后我们就看到了yes 看到吧 这叫什么 这个地方你不能胡来 你比如说 我明明是让你返回Stream 你返回一个array 会爆错 看到了吧 还有一种东西呢 叫还有一种东西呢 就是在这儿 User 然后呢 Public Public 注意单词 Constructor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一个到了Name 必须是Stream 然后我们打印出到了Name 对吧 NewUser 好 必须是字符创 刷新 有问题吗 没问题 然后呢 你就随便乱给 刷新 保错 看到了吗 这些代码的话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都有写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都有写到 我都有写到 也就是说 快速的把这个类型 参数 返回类型 架多个 你就自己加就行了 你就自己加就行了 如果说 我允许是数组呢 是不是 他就可以是数组了 大家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啊 好 接着往下 类型约数 什么叫类型约数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旧版本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这么做的 旧版本里面我们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有一个 类里面的话呢 咱们有个构造 construct 对吧 construct 然后呢 这个construct里面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什么 这个时候有一个name 有一个name 然后呢 它的类型的话呢 它的类型是stream 或者re 哎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但是这是在早先的时候呢 它没有联合类型 只能靠人为 君子协定 也就是君子协定 也就是那个 你看顺便有个注释写了 对吧 上面一个注释写了 那个name的话 它必须是 它可以是stream 或者array类型 必须是这俩类型 你不能胡来 对吧 因为当时没有联合类型 你只能靠 靠嘴说呀 靠一种君子协定 对不对 现在的话呢 有了联合类型以后呢 情况就会赢了 就是它有了情之约数 它有了情之约数了 对不对 就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是stream 或者 array 它就有了情之类型的作用了 对不对 你如果输别的 那就对不起了 那就对不起了 对吧 那当然像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 我们昨天所学习的 注解 对吧 我们生死所学的这个注解 也是可以的 简单的这么一用 这也能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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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高级配置里面 大家还记得吗 对 那么性者呢 也就是说 类型它的约数力 以前的时候呢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注释 一种君子协定 那如果我就不协定 这领兑 就好像也没事 对吧 天也踏不下来 但现在的话呢 是情之类型 那你就必须这么做了 这个时候呢 可能 逢君子又逢小人了 这一点的话 一定要小心一下 第四个 这Void Void这种东西的话呢 其实现在8.0里面 已经不推荐使用它了 已经不推荐使用它了 Void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 Void 对吧 Void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变灵 保存 刷新 他说Void呢 不能被用作一个参数的类型了 你看现在不容用了 现在不容用了 以前是可以的 以前是可以的 现在不容用了 第一个Void呢 现在呢 已经被Void 其实在以前的版本里面 它就认为是 混合类型 或者是任何类型 当然是一种伪类型了 就是它代表 任何类型的一种伪类型 它并不是一种 实实在在的 实有实权的类型 它的背后 是支撑了所有的类型 就是我可以是 所有类型里面的任何一种 所以我们叫它伪类型 对吧 因为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都有一个伪类型 叫mixed mixed就是所谓的混合类型 就是所有的类型都可以 就等于什么 或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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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Void Void 现在目前的话呢 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所以说已经被淘汰了 已经被pass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Void Void不允许和其他的 任何类型组合 其实它现在 它就是不组合 它也不能用了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啊 好 那么这个是 问号和NOW的类型 在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比较像这种机制 这是在7.1以后出现的一种机制 那么在8里面 建议是用这种 就是单类型的string或NOW 请你这么来做 问号string就是string或者NOW 如果是多类型的这种情况呢 你不能把它换成问号呀 它就只能用NOW 而且这是属于一种 联合类型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吧 那顺便这一块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一点的话呢 是什么 是不允许使用 不允许使用 冗余类型 那什么是 什么是不允许使用冗余类型呢 它有包含关系 它有包含关系 不允许使用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 我有一个 不二类型 我有一个不二类型 我有一个不二类型 可以吗 可以 然后我又有一个 int类型 可以吗 可以 但你不能不二类型里面 又来了个false类型 又来了个false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 明白我第一次了吧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deat time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瓦蛋谱 因为它有类型 它在愈发检测过不去 愈发检测过不去 deat的类型 那我们这么来做吧 我们这么来做吧 比如说 等等 刚才那个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这种类型 是可以的 std class std class 你看它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的 我们什么都不传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先什么都不传 你看它是可以的 这个std class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类 它是一个标准类 我们可以从它这身上 直接new一个东西出来 给它加属性和方法 这是我们在8.0之前 用的比较多的一种东西 用的比较多的一种东西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obg等于new 它是一个标准类 或者叫基准类 然后呢 obg 然后箭头name等于 优色123 然后呢 我们有一天 我们就可以打印出 它深深的name 看到了吧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标准类 这是一个标准类 叫std class 它里面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好吧 那么完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呢 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类 看到了吧 它已经是一个类了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它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或者说我们来一个类呢 来一个类呢 class 它不允许这么做 不允许这么操作 看到了吧 那这个地方咱们就不说了 就不说了 反正总之它的意思 它是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想表达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什么是冗余类型呢 所以说这种例子不好举 这种例子不好举 用到的时候咱们再说 这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false类型 它是允许存在的 那看一下 不能被用作一个单独的类型 那我们 你看它不能单独用 那我们可以这么来用 那我们用作联合类型 可以吗 可以 看到了吧 可以用作联合类型 它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东西 也就是你可以 它必须用 这个false呢 它必须用于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了 你既然有布尔类型 你还蹦出来个false干嘛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你既然有布尔了 你还来个false干嘛 你还来个false干嘛 而且这个情况比较搞笑的是 我们在定义一个函数 在调用食餐的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往里面传个这呀 是不是 这有点搞笑了 是吧 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了 然后呢 也没有打印出来任何东西 打印出来了 刚才是缓存啊 你看false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但是false前面起了一个单子 叫布尔 它很明显是属于布尔类型呀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输一个true类型呢 你看它又转成了什么 它又转成了字符串的1 它又转成了字符串的1 看到了吧 所以说这种用法本身就不太合理 所以这个叫 这个叫冗余类型 就是你既然有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里面已经包含了false了 那么你就不要再出现了 不然就很尴尬 不然就很尴尬 甚至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重复定义 重用性很差 重复定义了 看到了没有 重复了 所以不要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这个就是所谓的冗余类型 其他的例子现在还不太好举 是吧 还不太好举 因为类的东西在这里面的话呢 它可能在语法检测系统 它可能并不过 所以类的东西还不太好举例子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呢 就是冗余类型 我把它拿过来 它里面包含了 false false类型 这种用法 我也不推荐使用 而且false本身就不推荐使用 明白了吧 好 那基本上呢 咱们的本节呢 联合类型 就简单的说到这了 好 谢谢大家